新华两岸快乐平 大家好 我是李璐 自从民进党党局宣布开放美猪牛以来 岛内的反对声浪一直是持续不断 台湾各界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不满 据台媒报道 有国民党籍民代日前提出 未来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台湾开放美猪政策是否会争取重谈呢 对此 台外事部门副负责人曾厚仁16号宣称 已经宣布的政策不会因为美国行政部门轮替有所改变 这个言论一出再次引爆了岛内的舆论强烈的不满 有岛内网友讽刺说 为台湾人吃毒猪的政策不变的意思吗 还有网友批评民进党当局真真是无耻至极 民进党当局对于开放美猪牛态度一直是非常的强硬 那么为了让岛内民众强行接受这一政策 强行进行洗脑 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上个月岛内有学校的营养午餐菜单上 竟然又出现了美猪的广告文宣 该文宣刻意美化 莱克多巴胺的功能 却对其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副作用闭口不提 那么近期岛内又吵起了牛肉面风波 为了强行证明美牛无害健康 台当局行政机构发言人丁一鸣把牛肉面业者都拉下水 他公开称台北市牛肉面节冠军得主店家用的也是含瘦肉精的牛肉 那么消息一出呢 该店的销售量应声下跌 然而该业者很快就拿出了检验报告反驳 证明自己店里用的牛肉瘦肉精领检出 瞬间打脸丁一鸣 近年以来美国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 那么不仅通过所谓的台北法案 还接连派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阿扎 和副国务卿克拉奇两位高官赴台 阿扎前脚刚走 那么民进党当局就强行宣布开放美猪牛的政策 在美国大选的前夕 那么特朗普政府呢两周之内对台三次军售 岛内舆论直言美国是在掏空台湾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呢 民进党当局啊也是妄图介意谋独 想要趁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 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 然而美国自己却退群了 有观点曾经指出啊 民进党当局呢 想要靠开放美猪美牛换来所谓的经贸合作 不过是又一桩亏本买卖 试问民进党当局以美抗中 最后又换来了什么呢 民进党当局啊打了一手烂牌 最终只让自己自食苦果 但是却让台湾的老百姓跟着受害 也让台湾越来越惨 香港电影《无间道2》当中的一句台词是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那么这句话呢 用在民进党当局的身上啊 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需要提醒民进党当局和岛内某些台独政客 如果继续执迷不悟 到头来只能是自掘坟墓 反噬自身 也必将会遭到两岸同胞的坚决反对 喜欢两岸快乐平 我是李璐再会